阴虚亡灵遗址 位于河南安阳 是阴伤王朝的灵源与祭祀场所 2021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 启动伤亡灵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 在阴虚的环河北岸 超过五平方千米的这个区域 我们做了工作 其中重要的发现就是 我们发现了围绕伤亡灵源 外围的两个围绕 然后还发现了超过460座以上的祭祀坑 在依据考古史上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陶谷队员先后在亡灵公园墙西南角外 亡灵公园内和亡灵公园内 东墙外进一步发掘 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 发掘所建一存 包括商代晚期 西周 东汉 宋元等时期 发现有围沟 祭祀坑 墓葬 灰坑等 其中两个围沟与伤亡灵源 有明确关联关系 我们现在能看到 伤亡灵区它外围围绕着两个围沟 然后其中在西围沟里围住了 大墓和少量的祭祀坑 东围沟里头有几座大墓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祭祀坑 而这两个围沟是干什么的呢 通过我们判断 我们可以称之为它叫黄豪 我们知道陵墓 有亡灵 有地灵 在最初的亡国阶段 他们那个时代的亡灵 实际上也是平面上看 就是一个长方星口 然后来是个数学 它就是比起同时期其他的 这个人的墓葬的话 它规模也稍微大点 仅此而已 但是到了英雄商店晚期亡灵 由于这个西北港亡灵区的发现 我们知道它不仅有墓室 它还有墓道 我们现在确认的亡灵是有墓室 四面各有一个墓道 所以叫做四条墓道 整个墓的形状是一个十字形 平面四百平米左右 到了东汉时期 陵墓有明确的陵园 就是四面有墙 然后它有门 门的正门的外面 它还有神道 即有道路还两侧有石刻 感谢观看